從小到大都有留意開皮革的東西 以前都會買皮袋 但真真正正發現原來可以親手做皮革 其實是大約五六年前讀U的時候 看到書覺得可以自己做可以試玩 一做買一些工具一做就越多 一邊做一邊做 如果你有做過你都知道 做東西其實是很重 在家裏做的時候真的被人投訴過 跟伙伴說不如租一個小店玩 租一個小店是100呎左右的尺寸 很小很小的地方 真正是給我自己玩的 但在玩的時候 有些朋友見到就上來一起玩 越玩就有其他朋友介紹朋友 就上來學 一邊開就一邊租大的店一邊轉下去 創作靈感我們什麼都會看 說一些自己生活上用的東西 看看有什麼可以變化 或者令自己的生活方便一些 我們都會這樣 有些人會很抗拒大牌子 但其實我們都會看大牌子的產品 研究一下他們為何會有這個產品的創作理念 然後再去改善一下 或者怎樣都好 我們都會有不同的地方 譬如歐美、日本、所有地方 就算中國我們都會有看到 我們都是偏向一些 比較在用料上面會好一點 還有顏色配搭方面自由一點 就不會很定義的 我們創作理念真的想簡單我們自己的生活 在生活用品上我不會一些很複雜 很天花龍鳳的 但是可以幫助到你日常生活 可以輕鬆一點 我們認為 譬如一個簡單的疲倦 可能會滿足到你少少的要求 對於你來說已經很開心 Moto的意思其實是座右銘 CAPEDM就是我伴侶想出來的 就是及時行樂 他的意思其實是做你想做的事 他不會理會外面的人怎樣看 可能有些人會說 這隻皮的質地不好 或者他覺得不喜歡 不是手作皮應該要做的事 但是他不會想一件事 他認為可以配合 他認為可以的 他不會讓一件事去局限 有一班行家會說一些傳統工藝 但他未必會那麼定義 在傳統工藝上 可能會配合一些新的元素 在傳統工藝上 在傳統工藝上 在傳統工藝上